价值350亿,号称全球史上最大的新能源发电传输项目流产了 这个完全由澳大利亚资本带动,受到产业界高度关注的史诗纪项目 不仅是得到了国家政策和强大资本的加持 参与其中的两位大佬,更是澳大利亚赫赫有名的顶级富豪 一位是铁矿龙头Fortescue Matos Group 掌门人Andrew Forrest 另外一位是号称澳洲马斯克的Mike Cannon-Brooks 他既是软件巨头Atlasian的联合创始人 又是澳大利亚新能源产业变革中最活跃的推动人之一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体量巨大,前途无限的项目 为什么会走向破产? 两大富豪为什么会对这个结果做事不管? 澳大利亚的其他新能源项目又受到了什么影响呢? 本期节目是由澳财投影团队提供 请您订阅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精彩的专业分析了 我们都知道新能源就是地球和人类的未来 这个趋势是谁都无法改变的 2022年的全球能源危机 也更是让大家认识到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一个依赖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澳大利亚酝酿了这个由新能源公司Sun Cable开发的AA Powering项目 项目内容就是在澳大利亚北领地 建造世界第一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厂可储能电池 通过800公里的架空输电线路 把电力运输到达尔文 再通过4200公里的海底电缆输送到新加坡 这条电缆也会成为全球最长的海底电缆 项目预计在2023年中期开建 2026年年初开始运营 2027年底完工 那么这个会创造多个世界之最的项目 在建成之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首先项目一旦投入使用 会为新加坡解决20%的电力需求 而且不产生任何二氧化碳排放 这样新加坡每年就会减少600万吨的排放量 其次澳大利亚北领地的电力成本也会降低12% 温室气体排放量会降低10%左右 同时预计到2028年 整个项目会给澳大利亚带来80亿澳元的投资收益 和每年20亿澳元的电力出口收入 项目已经发布 还没等到新加坡政府出手 当地的私营部门就跃跃欲试 签了2.5级瓦的意向书 超额认购50% 但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完美的项目 或许能够忽悠住我们 却蒙蔽不了富豪们的眼睛 或者说这个项目更加深远的价值 才是吸引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两位富豪的根本原因 这个项目虽然目前的目的地是新加坡 但完全是可以覆盖到整一个东南亚 东南亚是当前全球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 能源需求是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60%左右 那入局的两位富豪也正是看中了 这其中不可限量的这种投资收益才愿意出手的 可是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项目怎么就破产了呢 该过程一句话就是想的太美了 这个投入至少要150亿澳元的项目 犯了最基本的一个规划错误 刚才我们是提到了项目当中包含的4200公里的海底电缆 那么拿目前世界最长的海底电缆 挪威英国电缆作为对比 这条电缆长度是在730公里 铺设的工程用了6年时间左右 并且是将一个地区的电力过剩 来抵消另外一个地区电力短缺的双向输电模式 而Sun Cable的项目设计是5年铺设4200公里 输电模式也是单向输电 实施难度过高 维修成的也是巨大 那么最终的使用效率也会打打折扣 两位富豪参与人在这里也是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Kennen Brooks支持修建这条电缆 而Forest则是赞成放弃电缆 从而专注于巨型的太阳能农场 可以用于制造绿色氢气 另外太阳能板地理位置的选择也不够完美 太阳能项目需要建设在输送目的地的西面 才可以为其晚高峰供电 而Sun Cable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位于新加坡的东部 一旦储能电池出现问题或者储能不足 那么新加坡的用点高峰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除了这些之外 整个项目还存在实际施工可行性 公司内部想法不统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然而这些还不是导致项目破产的直接原因 公司投资人之间的内耗才是要导项目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种说法是公司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纠纷 Kennel Brooks在2022年12月份提出了一项难以达成的里程碑式目标 由于Sun Cable是为实现B轮融资6个里程碑中的两个 Kennel Brooks就拒绝发放6000万的融资资金 成为了压倒Sun Cable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另外一种说法是Andrew Forrest对项目的首席执行官不太满意 2022年Sun Cable有着大量业绩的目标没有完成 且消耗现金的速度也是过快的 同时项目的首选太阳能够硬伤 舞弊的投资人还是项目的CEO 这多少是有点里外通吃的意思了 但Kennel Brooks是觉得Andrew Forrest的不满有些莫名其妙 目的只是为了搞事情 并且想要稀释其他股东的股权来完全掌握Sun Cable 截止到目前Sun Cable公司已经是被托管给了第三方 并被货批出售在市场上寻找新的接盘人 其实公司内部的分歧反映出的是对新能源化与权的争夺 因为这个风口上的行业实在是太大了 可能性太多了 那我们澳财投研团队也会持续的关注新能源行业 挖掘更多有价值的投研讯息 后面我们也会单独的来再做一期节目 来讲讲这个项目里涉及到的两位大佬是如何起家 怎么走向人生巅峰 并且是成为澳洲顶级富豪的 又是为什么因为新能源的行业纠缠在一起 所以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错过任何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